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今年暑假推出 封部落晚到底活動 展示部落食材 器皿 工藝品 每個部落也推出 在地特色的遊城 希望民眾暑假期間來到花蓮 來一趟部落深度探索自旅 進步部落 我們有非常棒的 修國軟西河口文化 那我們推了我們部落的 這些生態遊城 包括我們的划船 渡河 以及教大家如何去撒八卦網 我們的在地的食材 比方是說我們自己 家灣的一些傳統的植物 然後就是會把它做一些餐食 然後還有一些生態植物的解說 我們最主要是 秦美部落的文化泛舟 那文化泛舟非常的特別 因為是結合秦美部落的文化 與修國軟西的泛舟 所以一邊泛舟就會 一邊體驗阿美族的抓魚抓蝦 然後沿路講故事 跟人家的泛舟都不一樣 七八月份是花蓮阿美族部落 舉辦祭典的重要時期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長陳建村 也提起民眾進入部落時 要尊重當地文化 我們也希望說遊客到部落來 既然是來做客 無論如何一定要尊重部落 祭典裡面相關的一些禁忌 今年花蓮縣政府串聯國內11家旅行業者 以及花蓮在地8個部落 共同推出20條以上的主題旅遊路線 提供多樣選擇 邀請遊客實際走訪部落 品嘗部落傳統美食 體驗生活文化 感受花蓮特有的自然美景 記得趕到麻雅花蓮市採訪報導